欢迎收看怀疑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进入来宾 首先国民党立委李德伟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钱大使民众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委赵林大使 何荣大家好 林传媒董事长施维权施董 大家好 以及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校伟小学兄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安 好今天首先带您来关心的就是前两天 10月1号是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 也是中共建政74周年的日子 来看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8号9月28号就提前针对国庆 中共建政这74周年发表重要谈话 他特别提到了一句是 中国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穿 表示前方的道路虽然齐驱 但是大家要团结起来 特别对照最近习近平在国庆的这个发表的重要谈话 还有在求是这本杂志上面呢 所发表的文章 特别在10月1号看到 他特别提到了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处理若干重大关系好 这些若干重大关系要处理好 六个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有哪些呢 包括了是顶层设计还有实践探索的关系 战略与策略的关系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以及活力与秩序关系 另外就是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强调的是中国大陆在前方面对的不小的挑战 不少的挑战 但是现在呢 要把握战略主动 而且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效率的 刚刚提到重点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还要兼顾社会公平 现在看起来这个是非常的理想 但是要怎么样一一的去达到这样的目标 然后做出所谓符合习近平所说的 中国式现代化 大使怎么看 我想首先呢 这次的所谓的中国的国庆节 对习来讲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刻 他一定有感而发 自然他讲这个所谓的一马平川 这他不是第一次了 他当初2013年刚上任之后 在2014年初讲话 也用这个一马平川 就提过 这可能是文档 帮他又重新再写一遍 不过讲到这六个最需要正确处理重大关系 你看都是心诞喊话 没有什么实质的含义 都是很空泛的 都是一些方针 对 都是一些那个 可以说官式的一些 这个精神讲话一样 但总的来讲 我觉得今天习目前面临的一些很大的挑战 最近坊间都有很多的讨论 总的来讲 当然最主要是经济层面 我想经济一较分三个层面来探讨的话 在这个最明显的 就是最高层的话 就是经济层面 因为经济牵涉到很多事情 那么底层核心的问题 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所谓的军事问题 这是一道国家安全的问题 国防安全的问题 那么在第三个就在 在目前表现上就是一个社会的各界的 社会各界的看法的问题 所以从经济 军事跟社会 简单来讲 经济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很大很大严峻的挑战 各位都很清楚 最重要的指标呢 各位知道 到去年2022年年底之前 中国的中央跟地方的债务 总额达到110兆 不是110亿 是110兆人民币的总 它的这个金额已经超过了 它的这个国内生产的91% 超过91% 快要92%了 这跟国际所认可的这种 所谓警戒线60% 已经超出很多了 它不得不要紧张 那么尤其在接着很多现在人民币的这个点 然后房价的这个波动 比方最近这个恒大 这个许家印被逮 切到很多他们恒大集团子公司 还有一些上游下游的利益 这在切着很多层面 所以人民的这个 比方说年轻人的失业率 还是这个超过21% 还没有跌下来的趋势 那第一个 第二个军事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呢 就习来讲 他当初一上任之初 他抓紧这个 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念 所以一口气 他曾经到了170多位将军 都被他查办 这些年170多位将军 你想想看 会让最近这个火箭军 在火箭军那些高官 所谓他们一锅端 人人自尾 所以这次你各位看这个令牌杖 他这个国庆节 把这个持浩田请出来 顺着您这个部分 因为在这个74多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晚宴上 大家也在关注的是 到底谁在场 谁没有出席 在画面当中 我们整理给大家看的 就是包括刚才大使所提到的 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没有出席 现任防长李尚福没有出席 前外长秦刚也没有出席 倒是在左边这两位 当然就提到的持浩田上将出席了 还有一位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出席 那当然这个有解读是说 有人出席 有人没出席 包括像持浩田跟张又霞 特别是持浩田的出席 就代表说 之前所盛传的谣言 都是不攻自破 施东怎么看 国庆招待会 出席的总共有800多人 这样子大的一个场合 可以谁出席 谁不出席 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但是不能当做一个 很精准的指标 事实上800多个人 本来应该要出席的有列在名单上 因为某些原因不出席 这个也是可能的 另外一点我要讲就是说 刚才讲的那五个人 有老人 有新人 像持浩田 他事实上已经离开非常久了 他岁数非常大 已经93岁 94岁了 所以很难把这些人的一个动态 整体来解读成为说 是一个有关联的事件 也就是说 不能把这些出席或会出席 整个关联起来解读成说 这就是中共内部的一个风暴 这代表习受到一个严峻的挑战 或者是习不稳的 或者是中共目前 面临到很强烈的人事斗争 反而这些个案要个别来看 譬如说像秦刚 我觉得事情发展到近 大家就知道之前推特所谣传的 就是说他离开外交部是跟非丹泄密的这个案情有关 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个说法事实上是很荒谬的 以持浩田来讲这样老的一个人 他的沉默或者是说他是不是真的代表说旧的军方势力对习近平的不满 我觉得一定要打的一个问号 因为这些老人在习近平掌权之后 你可以说被分而置之 也可以说被淋散化 所谓的江系是不是真的在政治圈里面 就成为一个有系统的一个力量 还是说他们只在特定的产业界里面 江系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 有他们的一个经济实力如此而言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值得一个观察 我觉得比较能确定的就是说 这也是中共方面有发出来的讯息 7月底有一个消息 就是军委装备发展部的一个贪腐 中共中央表示要查 而且这个查会往上追查到2017年甚至更早 这个是一个确定的消息 外界会把这样的一个消息 跟李尚福的一个去留做一个联想 我觉得目前为止就只有这个讯息 算是比较有一些依据而已 好 那刚刚提到说在中国方面呢 最近在10月1号他们的这个国庆 在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则是发布了一则这个动漫时经短片 这个短视频的名称叫做梦源赴春江 那特别当中就用一个Q版 有两个Q版的这个类似像精灵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图腾然后呢从半个多世纪以前呢 随着故宫南迁的文物啊说的就是这个富春这个山居图 然后呢辗转入台的仓促分离到2011年两岸有势之势呢 共同推动的台北核展 再到今天现在分隔两岸隔海相望 所以这个富春山居图的命运就是两岸关系的生动写照 饱含了同根同源的中华情也写尽了悲欢离合的同胞心 这是他们的文案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是在国防部 台湾这边呢10月1号根据国防部的统计呢 上午6点到2号的上午6点 又再度征获了共鸡6个架次共建5个骚 那么持续的在台海的周边活动 所以有文有武 温情公式配合武装的军演 解放军要传递的讯息是 其实以这个大陆的这个基建在台湾周边活动来讲 10月1号好像感觉 1号2号好像感觉没有那么的活泼 稍微少了点 但今天又很多了 那个今天中午国防部又发布讯息 已经有11架次的这个大陆军机 已经越过这个海牙中线了 所以以这个陆方来讲 其实当然他们在对台的这个 就是政策的这个就是说立场上来讲 他绝对不会示弱 也不会就是说表达说 对这个和平统一跟一国两制完全放弃信心 所以但他们的做法就是 藉由不断地在台湾周边 藉由这样一个实力展示的方式 以及在自从去年8月 佩洛西来台之后 把那个台湾海峡中线 这个就是已经完全把它忽视化以后 大陆对台展现了新一波的这个军事行动 的确是对台湾来说 上上下下都感受到非常强的压力 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就是 你说他是文工呢 其实我会觉得反而是有点像这个 利用这样一个温馨的这样一个呼吁 来就是说对台湾的希望能够产生一个喊话的效果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只要这个不到最后关头 是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和平同意过两制 这样一个部分 但其实当然了两岸之间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于就是说制度的不同 以及就是说他本身除了制度之外 他的那个政治的这个制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这才是今天造成两岸之间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歧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对台湾来讲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执政当局 就是蔡政府 基本上来说也是非常强势的 就是透过各种的这个军事上的 各种的这个国机国造 国舰国造的这种成就的这个展示 来强化这个民众的这样一个信心 然后呢也就说甚至强化 某种程度来说强化台湾的这样一个主权 跟主体的这样的意识 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要跟他这样 是进行一个算是一个对抗 那但是呢也不可否认的 就是说对于陆方来讲 他在面对现在两岸分离的时候 他当然有非常强硬的部分 就是面对台独 就是完全这个 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这个立场 他也藉由这样一个影片 那另外呢 但他其实还是对于和平统一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 还是抱持了这样一个希望 因为其实从陆方的角度来说 现在还没有到两岸和平统一 完全是死透的这个阶段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们自然认为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实共军 或说大陆的这个军方 还没有能够对台攻击 或是对台攻击 第一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第二没有好 玩一快速至胜的把握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自然的会用一个比较温馨 或是比较温情的诉求 还是希望能够透过和平 不要有战争的模式 然后来促进两岸之间的这样的交流 或甚至于能够让台湾 这个油脂返香这样的一个味道 比较像是统战的事情 对 其实是统战的这个角度 因为富春山居图现在分藏于两岸 就是特别强调说两岸的文化 其实是同根同源的 那在这个视频推出之后 其实你看到网路上面 大陆网友也特别强调说 有点到解放军 那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视频 就是解放军他们同时是追梦者 但是也是原梦者 所以一软一硬 持续地对台湾再施加压力 不过回到实际的层面 就是经济这一块 中国大陆之前曾经预告说 在10月12号会公布 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壁垒的调查 所以外界很关注的就是 中方是否会进一步终止ECFA 也就是两岸经济合作架构的协议 大陆方面在8月的时候 曾经表示说要研究 终止ECFA对台关税优惠 商务部提出要研究 结果国台办 那没几天进一步就跟进 表示说他们也支持 要研究是否要终止 所以接下来大家很关注的 就是在10月12号之后 包括ECFA的未来走向 一旦终止之后 它的影响还有冲击 对在这个部分 大家都知道 其实台湾这几年来 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 是非常惊人的 其实去年也将近 大概1600亿美金以上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非常惊人 当然ECFA假如一旦被终止的话 大家预估所影响到现在的金额 大概是300亿到500亿美金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概就等于是3分之1到5分之1 现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 就瞬间就没有 那当然影响最严重的是 所谓的工具机钢铁 以及相关的纺织业者 所以在这边当然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这个投石问路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注意到10月12号的这个日期 那当然中国大陆当时也说 他们有三个月的可以延后的一个调查的时间 所以就在明年1月13号投票的前一天 对那当然这边中国大陆对于相关的事务 还是以两岸关系的发展为大前提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到底是全面的一次全面的终止ECFA 或者是部分的终止 我觉得还必须要来观察 甚或于当然他假如对于两岸的情势 未来他认为是有希望的 所以是不是还可以再等看看 我觉得这都在中国大陆考量范围之内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过去8年小英任内 中国大陆原本是有一些期待跟想法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ECFA过去中国大陆一直没有谈这个问题 甚至于台湾有一些媒体提到的时候 中国大陆还否认说会终止ECFA 但是的确也到两岸关系 由于明年的1月13号就要摊牌了 所以这个部分您刚刚特别提到 大陆的商务部包含国台办 尤其国台办是指标性的意义 他竟然出来说他也支持研究 表示中国大陆对于最后整体的决策 正在做某种程度的思考 所以现在关系也比较像是 这个ECFA的终止与否变得 好像是组选或者是助选 就是wait and see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呢 经济问题必须要赶快地处理 你看到中央已经出手了 我们说的是恒大集团 那么中国恒大还有恒大物业 这两家恒大系的公司 先来看这两家公司 他们已经复盘了 这个中国恒大集团呢 股价在三号的早盘 一度上涨了42% 那么旗下的恒大系 其他两家恒大物业呢 上涨了是14% 上午9点40分左右呢 恒大的股价 中国恒大的股价来到 每股是0.385港元 上涨的幅度缩小到20% 那么恒大物业呢 则是只涨回跌 到跌了超过6% 这是最新的一个恒大两家 就是包括中国恒大 还有恒大物业 这两家现在在复盘之后 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么其实这样 大家也在看是说 现在看来是不是说 在北京中央出手之后 因为在彭博新闻这边呢 他们也特别提到说 恒大的股价确实 刚刚提到波动是很大的 而且呢 总是会有令人意外的情况发生 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谁会继续地 买进中国恒大 尤其上个礼拜 在恒大的董事会主席 许家印呢 遭到这个北京当局呢 强制处理之后 现在大家也在看的是 好 中央现在出手了 北京当局出手了 是不是代表说 恒大的风暴已经过了 我继续请委员带我们观察 应该这样讲啊 其实这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房地产的行业影响非常的大 其实占它总体的GDP 大概是6到7% 但是连结相关其他的产业 大概占中国大陆GDP将近20到25 大家可以知道 最近尤其疫情以后 其实包含中国大陆 大家的经济复苏都有一点困难 再加上现在的通膨 所以的确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压力有些大 所以在这个部分 由于大家在讲 就是说北京出手了 其实恒大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这个股价有点超过了 他就是大家的预期的心理 其实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不能如此的简单化 好像只能一开盘 涨了40% 其实中国大陆相关的房地产问题 还是有它 就是短期的波动 对 所以它这个我觉得是有点过于乐观 不过北京出手你怎么看 北京出手 它象征什么 它的象征因为很简 就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他习近平现在不管在政治上的重点 就是必须要先把经济搞好 所以刚刚我们讨论了很多的问题 不管是军事方面 或者两岸方面 对于习近平来讲 也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你先没把内政跟经济搞好 对习近平来说 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对 现在大家也在关注的是 下一个会不会就轮到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碧桂圆 那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法办的对象 好 那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 但在前几天正好遇到了中秋 所以今年呢 对于他们来说呢 是中秋跟国庆的双节假期 就是从9月29号到10月6号这段期间 而且确实看到了 这个旅游的人潮回来了 许多地方的消费都呈现大幅的成长 其中就以贵州省来看 假期的头两天的消费金额 突破了人民币100亿元 这个年增率是超过了四成 贵州日报也特别报道说 双节的头两天 全省消费的金额是101亿人民币 年增40% 那1420万人次的消费 年增37.39% 其实都是非常高的数据 我们单从贵州这一个省来看的话 市总您觉得有看到中国大陆的内需 对于复苏力量起来吗 贵州这样的 这个例子到底能不能一丽莎看到 就看到全世界 然后就看到整个中国大陆 基本上我是有一点迟疑 因为你数字 今年的数字对比去年的数字 没有意义 因为去年是疫情中 去年的数字是疫情前的 大概40% 50%而已 整个消费的数额 或者是旅游的人数 所以不应该这样比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大陆 事实上今年整个年假期间 他们的国民旅游的数字 是不只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而且是超过多了12% 也就是说2019的时候 整个疫情期间就是头几天 对不起 整个年假就是长假期间 头几天它整个消费金额 有6497亿 就将近6500亿 这是2019的数字 今年的数字是7825亿 多了12% 也就是说不止已经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准了 而且还更多 每人的一个消费 成长了从8300元 成长到了8700多元 所以基本上也是成长了将近快 百分之17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总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 至少国内的国民旅游市场这一块 在中国大陆是复苏的 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切的是说 到底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如何 我们必须要承认 就是说今年七八月 当外媒都在唱衰整个中国经济 经济景气的时候 整个内需的一个消费力 倒是还不够的 但是有没有像外媒讲的说那么凄惨 我觉得记得在8月7月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 那时候我又请台商朋友就到上海看看 是不是外媒报道那么惨 结果8月1号 2号 那还是上班日的下午 我朋友到了外滩 到了上海的南京路 还是人挤人 尤其外滩的人是人潮前胸贴后背 非常恐怖 所以外媒的宣导基本上是比较夸张的 我觉得总体而言 我们还是看 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Economist 英国的杂志 大家知道它比较偏用 它的来源 数字来源是来自OECD 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 全世界的经济成长率 INF在去年底下 今年初预估大概是2% 现在他们预估是比2%还好 那是中国的整个GDP的一个成长率 相对这是美国 大概就是中国大陆的一半 所以中国大陆基本上看起来 它对整个世界的GDP贡献 大概还是超过50% 所以中国大陆如果不好的话 也不需要在那边幸灾乐祸 不只是台湾会感冒 不只是澳门会感冒 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那我是觉得整个内需是起来的 但不是看一地两天的一个数字 看整体的数字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我们前几天在这个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说 比较的激情化应该是以疫情前 就2019年的时候来作为一个比较客观 那确实刚刚就是总所提出的数据 2023就是跟2019比的话 还成长了大概有18以上 那是另外一位北京大学的经济学者佩迪斯 他则是认为 他看中国大陆的经济 他是认为说中国的快速发展 已经到了极限 您听听看他的论调是如何 他说尽管全世界高铁的70%都在中国 但是中国经济却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7% 却还计划在今后5年内要修建相当于德国西班牙 法国跟日本高铁总量的高铁的线路 在中国投资总额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达到44% 他认为这非常高 减少基建投资的同时 还应该要适当的提高工资 让民众来增加消费 但是他也认为说工资的涨幅不宜过高 免得造成企业的裁员 好 未来中国大陆依靠我们讲铁工机 就是铁路 公路跟机场 来支撑GDP的这种发展模式 会不会因此而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先请问你大使 我想这个事情 因为大陆现在对经济是列为优先的改革项目 但是今天这是习近平 之前我们讨论他的国庆的谈话 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宣示 往后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什么 他们现在开始复制具体行动 我觉得我相信中国现在内部 进行什么盘点 听各方的意见 下次也可以观察 执行面开始怎么做呢 看三中全会 因为二十大之后 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中全会 都在处理经济问题 二十大之后的经济 二十大的三中全会 是在今年十月到十一月 大概进行就会举行三中全会 那是一个保持观察 中共的确实际行动该怎么做 那是一个指标 事实上贵州 他拿着贵州的例子 贵州现在都是要什么大型土木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错的例子 因为贵州它是 2021年 习大大区访问贵州 特别指定贵州是全国所谓 数位经济跟实力金结合的一个指标区 一个实验区 所以贵州现在大型土木是为了要基础设施 配合未来的这个数位建设的一个大型的 一个package的一个辅助措施 这不能以这个事情来看全貌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 它面临很多内外的问题 都是经济有关的 还一带一路 现在遇到瓶颈 也是跟国内的这个贷款也有关系 所以它必要全盘的考量 不是如这个外国的经济学者 一句话能够定他的这个论调 我们等一下特别来深入了解 这个一带一路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看到世界银行 因为他们最新的一个宣布是 他们调降 对中国大陆明年GDP的成长预测 从原本的4.8 现在调到4.4 那同样的 刚刚讲说铁公鸡 这样的一个提升GDP的模式 有可能出现什么改变 其实当然你说 大陆的这个GDP的成长预测 为什么会被世界银行 从4.8调到4.4 当然不可否认 它现在很多大型的这个基础建设 建设的这个速度 的确不如这个过往 那其实当然这个佩提斯的这个观察 也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 但是这个地方 还是必须要考虑到 就是说中国大陆 其实从开始决定解封到现在 目前我印象中 好像还不到一年吧 也就差不多 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10月11月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大陆开始 因为白色运动的这个关系 最后解封了 但解封以后 其实世界各国都面临到 相同的这个状况 缺工缺料 而且很多原本在做建设的时候 好像变成很多该缺的都缺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经过了 一个经济的高发展 其实这也是一个事实 那他们未来如何能够 做产业的转型 其实我觉得大陆中央政府 是已经重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还会继续地使用这个基建 去带动基础建设 带动他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是他们现在在这个产业转型的 这件事情上来说 那个北京政府 那个北京当局所做的努力 其实非常的多 这个是未来他会从一些 比较传统的代工性的东西 逐步开始转化成 也就是过去中国大陆 最引起美国所忌惮的 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部分 他们其实还是非常努力地在执行 林先生处理起来确实不容易 对内如此 对外也是 其中对外的部分 等一下来看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节目来关心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 那么看到的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 高铁就在印尼正式地开通了 中国一带一路的最关键的一个项目之一 就是由中国资助印尼 并且协助他们建设的亚万高铁 在10月正式地宣布商业运营 在这个启动典礼上面 也看到的是印尼的总统佐科威亲自出席 亚万高铁通车 亚万指的是哪两个城市呢 一个是雅加达 一个就是万龙 原本亚万之间要通行的话 大概要三个小时 但是在高铁通车之后 缩短为40分钟 确实在交通上提高了非常多的便利 但是花了非常多的钱 亚万高铁曾经延宕四年 最终是超支了金额大概有12亿美元 总共这个大约是386亿新台币 那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73亿美元 新台币大概是2300多亿 所以印尼中国高铁公司 财务风险董事叫张超 他就被问到 他说如果你要问我亚万高铁 明年赚不赚钱 我明确就告诉你不赚钱 不过高铁才完成通车一年 要想赚钱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怎么看亚万高铁在延宕四年 超支12亿美元 终于宣布正式营运 那这样的一个范例 对于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影响 我们先怎么看说 它到底是一个成功或者是失败 那如果不是叫失败的话 有什么样的隐忧 小小兄 其实像以中国大陆他们这次 他在亚万高铁这件事情上的表现 因为其实我觉得亚万高铁 很大一个原因也是 不是受到COVID-19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 它整个建造时间花的比原先预计的要多很多 当然营造的时间加长 也就代表你的预算一定会增加 其实你说今天你做任何一个基础建设 或等等之类的 当它一开始你预算包下去以后 包到最后你说预算最后不追加的 大概几夕以啊对不对 他觉得好像是中国大陆在整体的包含 这种所谓的高铁外交上有重大挫败 我倒是真的认为不要这么看 因为他这中间有太多非经济的因素 或是一些其他意外的因素 导致这样的一个部分 但其实当然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他未来 你说他今天有这样一带一路 等于说他跟很多的国家 这样共同的合作 其实还是他的一个对外的这样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 因为今天你不要说看说 他今天只投资做这个东西 你还是要看他未来整个营运期程 后面所需要进行的这个维修 也就是我们讲的作业维持 跟后续的这样的维修嘛 你今天印尼 让这个东西包给中国大陆做 那你说后续的等等 这一系列的维修 不由中国大陆继续来做吗 你有办法比如说 把中国大陆的车通换成日本做的 这个车子换下去吗 也不可能 所以当然你说这段时间 中国大陆未来会有很多这种所谓的 对外这种基建 那我会相信他会 就是即便是咬着牙 也要把它弄完 因为为什么 他日后所能够做的东西 或者说日后所能够 藉由我们刚刚讲到这种作业维持 所能够赚的钱或是怎样的话 那其实才是中国大陆他去扩展 或是他扩张国力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于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这个整体大战略来说 亚万高铁的通车 它代表的意义 还有后续的影响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可能是 短空长多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刚刚夏伟师兄讲的 完全同意 基本上真正重要的是 接下来的配套措施 所谓配套措施 包含厂战的开发 包含其他的营运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大陆由于新建这条高铁 我认为他也应该跟印尼政府 对于其他的部分有所合作 所以他在这个部分里面 您说明年不会赚钱 后年可能也不会 但是再过三年五年十年 很可能那个利益会非常惊人 我们就以这两天 这个中休假期为例 台中高铁已经塞到吓死人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由于他已经把这个雅加达到万龙 变成所谓的一日生活圈 所以他原本譬如说您刚讲 要三小时的车距 现在变成四十分钟 所以变成一日生活圈 所以完全改变了相关爪哇岛 尤其雅加达以及万龙的 商业营运模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现在也许一开始的成本上 恐怕它必须付出 比较多的利息 但是在整体的厂战开发 以及其他的利益加下去了以后 我认为三年五年以后 会有长足的一个成绩 人生也没想到说会遇到疫情 就疫情一下就三年 然后之前雅关高铁 因为遇到这个土地问题 有些需要去处理的 这样一拖 拖了四年 这个成本增加 但是台湾高铁其实 你刚刚委员也提到了 其实你说它要这个损益两平 或者说甚至要赚钱 也得要时间 最近也看到说日经亚洲 他们独家取得一份 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之间的 会议记录 看到这个内容中显示说 是中方拒绝巴基斯坦 希望中国大陆再增资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一条 500千瓦的输电线路 那这个输电线路的主要功用呢 是把中国重点投资基建的 瓜达尔港 还有巴基斯坦 卡拉奇的国家电网 给整个连接起来 中国拒绝这个投资 就是继续加码投资 巴基斯坦这个电网基建 这是代表说中巴经济走廊 有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怎么看 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对巴基斯坦是无为不至 有求必应 几乎这样讲 可是巴基斯坦很不幸的 全世界 它是东南亚最穷的国家之一 而且政府呢 讲的比较白话一点 它是比较一直长进不大的一个政府 它的贫穷度很高 它现在的外债已经到了1200亿美元 其中有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欠中国的钱 总的来讲 今天巴基斯坦 它这个国内的施政 并不是很高明 然后呢 主要是这次中巴的这个关系 就开始有点变化 并不是政府跟政府电的关系变化 双方的官方还是很好 主要是在巴基斯坦它的西南方 很多民运开始起来 尤其是西南方 它们叫贝禄之省 它英文叫巴基斯坦 这个是巴基斯坦四大省份之一 它的当地人民很穷 可是天然气资源丰富 可是人民看起来 我是从天然气最丰富的地方 可是我这边 我没有天然气可以用 加上中国的投资 政府全部弄 而且他们那边的 除了社会的人性的很不满之外 长期的积怨 而且贫穷依旧贫穷 还有他们那边有些 所谓宗教的异议分子 那来讲 就是所谓巴基斯坦分离主义 跟伊斯兰族 他们这些对叛军开始崛起了 这叛军跟政府对抗 政府不理他 然后政府还用轰炸去叛军 很离谱的 可是现在叛军只好 就对中国开刀 就追尽中国的工程师 追尽中国的学校 都被叛军攻击 产生很大的伤亡 所以他们至今基于中央的决策 开始转向对国内的内需 提供财政的资源 所以在海外的金援的支付 开始慢慢缩减 所以这是很多因素的 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自己本身 他必须要检讨一下 大使刚刚意思是说 这个增资 然后建书店网路这件事情 不至于造成官方的关系 生变 但是巴基斯坦官方想办法先处理民怨的问题 另外一个国家是在柬埔寨 因为BBC报道说 柬埔寨的七星海特区 竟然停摆 怎么回事 说这个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之一 在柬埔寨这边有个七星海特区 是中资企业 优廉集团 在2008年以100万美元的价格 签了99年的租约 结果BBC的记者深入到当地 想去看看到底现在发展的如何 就发现说 今年这个特区的开发 已经呈现停滞的状态 那他们也吓了一跳 但是这个当初大规模开发的特区 怎么会遇到了全面停滞 现在几乎是停摆的情况 是因为后续的经费不足吗 七星海特区 它从开始到现在步调都一直非常缓慢 它其实是简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的一部分 所谓的试验区就是一个pilot的program 就好像我们看电视影集第一集 先播试看看 看看观众反应好不好 再继续地往前推 也因为是试验 所以它很多制度不集权 以台商的话来讲就是没有制度 所谓没有制度就是没有一个可具有预测性的游戏规则 那很难管理 那很难管理 谁出的钱多 谁在那边话就大声 那基本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柬埔赛前首相侯生的一个特许计划 那中资或者是中国大陆在这里面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 基本上它本质上是一个中资公司投资的一个特区 比较不是一个国家的金源 它是一个以企业借贷给柬埔赛为主的一个计划 而比较不是一个金钱赠予的一个计划 无论如何 这整个计划一开始就很不切实际 比如说根据这个计划 它期待整个特区 一年的旅游人口可以达到680万 可是柬埔赛目前 我们讲疫情前好了 它全国的旅游人口才620万 你这样一个小小的特区就要那么多万 它期待整个特区建起来之后 要有130万个居民 当地的居民只有12万 12万你一下子在那个特区 你要变成100多万 计划常常改不上变化 都市计划的一个迷思 常常以为说政府在纸上画画的 钱建设涌进来了 人口就成长 经济就成长 其实不是的 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看到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动力 目前为止七星海特区 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动力 就好像一句话说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势 掌握两岸动态 分析地缘局势 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中央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叫铃铛 好 回到节目 我们来看台湾最近的一个焦点 就是脸书农业粉丝专业 林北好友的版主林玉宏 在之前传出了被网友恐吓人身安全 就没有想到这个案情出现了大逆转 而且是林北好友 使林玉宏他自导自演 现在是不是会为蓝白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投下变数 我们今天来讨论 好友翻车 因为林北好友这个版主林玉宏 被网友恐吓这件事情 警方竟然查出 因为追查IP就发现 这个恐吓 发文恐吓的 竟然是在国民党政策会 担任党工的一位许姓男子 就是在画面中的这一位 好 目前他已经被警方 征讯之后收押 那么林北好友 其实他现在根据 他自己在网路上的粉砖 他也发文了 他说 发了800字的这个脸书文 深深的道歉说 因为压力太大 因为之前确实在讲这个进口蛋 包括鸡蛋的这些相关议题的时候 他是有被恐吓的 那有一些部分是真的 但是他也承认说 这个就是自导自演 就是他请这位许姓男子 帮他发了这个文 而且这个许姓男子 在被警方征讯的时候呢 也特别提到说 有手机存有 他跟林玉宏 在事前讨论的一些通话录音 好 现在变成了一个案情大翻转 但大家都似乎忘了 蛋的事情还没处理 鸡蛋议题到此为止了吗 施董 我觉得鸡蛋议题 还要再继续追上去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 其实是食品标示的问题 大家还没有解决 经过这一次的液体蛋风波 大家才发现 同样是中央部会 对于液体蛋到底够不构成 产品实质内容的改变 其实自己也是不知道的 而且说法也翻来覆去这样子 那这里面其实牵涉到一个地点 我们今天如果到超市 大概只有培根 你可以看到说肉的产地 它会写来自丹麦或者来自英国 如果美国鸡腿 然后在那边卤过 煮过 然后成了食品 所有的都是Made in China 这里点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食品标示的一个问题 一直只关注从贸易的角度 也就是说看FTA的规则 WTO的规则 来根据这些贸易规则 来决定我们的食品标示 而不是从食品安全的角度 以及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不是有公平会吗 我们不是有卫福部吗 在整个食品标示的论战里面 完全都缺席了 好 这次一礼道 我们不要扯上政治 我们只从民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是刚好借着这个事情 重新来讨论 我觉得民进党这次是好运 林冲贤他是已经辞职了 可是真的要追的是他 因为整个农委会或现在的农业部 主管这个人是序牧师 序牧师没有人没有钱都是谁 都是林冲贤前农委会主委 当董事长的序长会来负责 可是林冲贤他是有几职 过去董事长是无几职的 林冲贤到了序长会 他变成有几职 他做了什么 他把当初一事负责1450 就是网军工作的一个幕僚 带到了序长会 那序长会的功能在这里面发挥如何 我觉得这个也是继续要追查的 因为这个林北郎 有之前你看在画面的左上方 其实他之前是在这个 前立委黄国昌的这个直播的时间 他就善然泪下 他说他有被恐吓 那后来没有想到说 这个爆出自导自演这样的情况 而且一查查出说是 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底下的一位职员 那国民党方面呢 立刻也发了一个紧急声明 而且是在午夜 这个发生之后呢 就是立刻发表声明说 谴责所有作假的行为 国民党对这件案子也非常的诧异 希望司法检调尽快的厘清真相 而针对这个许姓涉案人呢 在行政上的责任 国民党方面 党部会从严尽快的来处理 今天也看到包括 曾明宗委员 其实他也跟外界道歉了 说这个 可能是这个许姓党工 大概是遇人不熟 就是遇到了这个不好的朋友 但种种的他有道歉了 我想请教一下 董事委员 就是现在大家也看说 这件事情在这个选举期间 而且剩下大概就100天 甚至不到的时间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 非绿阵营的蓝白河 有人认为蓝白河 会因此受到影响 觉得 我个人认为 依照克文哲主席的高度跟智慧 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毕竟在这个案子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 就林北好游 基本上是拜托他这个 在国民党任职的朋友 等于是来协助他 所以第一 自导自演的人 是林北好游 那国民党的这个党工 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如同林北好游所说的 他非常的够义气 所以他有一些东西拜托他发 他就发了 所以在这边 当然国民党有赴督导不周之嫌 所以在这个部分 今天早上 由于这位许姓党工 是在中央政策会底下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的中央政策会的执行长 曾明宗委员 也特别说 请不好意思 那在这个部分 严格来讲 国民党某种程度 也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我觉得 柯文哲主席在蓝白河里面 应该看大不看小 而且这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 跟国民党有关系的部分 旨在于帮助他的那个人 他在国民党任职 OK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随着林玉宏 他在脸书发了800字的文章 然后表示说很抱歉 深深抱歉 说压力太大 所以才做错事情 另外 他也秀出了 他是民进党员 他秀出了民进党的党政 然后但是他强调说 因为他做错事情了 所以他要决定 要退出民进党 好 可是在这个时候 就看到了民进党主席 赖清德呢 10月3号 今天上午呢 反问说如果具备民进党 里面入党 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外界看说 哇 赖清德 在这个时候补一枪啊 今天也看到了 立委 郑云鹏说 没有想到 就是民进党里面 也有卧底 其实和 我们像同样的看 国民党内这位许姓党公 不是也是这样吗 这何尝不是 好像大家都有卧底 越逼近选战倒数 各阵营真的是 越要小心 在台面上的这些讯息 还有针对议题 大家所发表的这些谈论 不过 大家也看不懂说 林玉宏兵北好友 在出事之后 拿出党政 秀说他是民进党员 这是一种政治操作吗 其实林玉宏这个人 我当然我并不认识 但是从他这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 显然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种 农业的这种 算是自媒体 或者说他可能对这个部分 一直长期付出了相当心力的关注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从他开始打这个蛋的事情 开始说 基本上你会发现 他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枪开到 都是打到七寸上面 那我觉得他 你说是不是他在民进党部 那边卧底 我倒不觉得他是一个卧底 只是就是说 他这人可能真的是正义感 或者是比较强烈 也就是说 他认为对的事情 就应该是要对的事情 而不会因为是这个党在执政 然后就把这个不对的事情 把它化妆成这样一个对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一个个性的人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蛋的问题 其实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到现在 其实蛋的问题要查清楚的 这个地方还是很多 还有很多地方 还是没有这个交代清楚 或者说真相大白 那当然你说他在里面 你说这样是卧底的这样一个行为 我倒也不觉得是 因为他其实也的确就是说 希望能够为这个台湾的产业 或者说台湾这个蛋的这个产业 进行 因为你从他之前一系列这样的追踪 或说他其他对这种农业方面 这样一个关切的这样一个文章来看的话 他的确他我觉得 而且其实基本上来说民进党 他其实非常重视农业 这个从业的人员跟这个环境 所以呢 那你说像这样的人进到民进党 我说真的也不觉得 我并不觉得意外了 那当然这件事情上来讲 他今天这样做 我会觉得就是说 应该不能说是所谓的翻车 或是所谓的这种卧底 纯粹就是每个人对自己 每个人他心中正义的那一把尺 他有一所那个估量 但是呢当然不可否认的 当他在压力太大的时候 居然找到他的好朋友说 你来这个帮我这样反串一下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的确 会让他最后他的真正的初衷 被人质疑或甚至于 因此被人那个这个 用一个比较其他的这样的方 那个角度来看 我是觉得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但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为任何一个事情揭蔽 都是一个有责任的会做的事情 我选前你就发现说 很多事情就是那种光怪陆离 或者说突然跌破大家眼睛的事情 就会一再的发生 所以才会提到说 越接近这个投票 越接近选战倒数 各阵营不管是任何党派的 其实对于在台面上的讯息 在处理上确实都要比较小心一点 讲到蓝白盒 刚才这个委员说 应该不至于造成影响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 金普聪呢 曾瑞蓝白盒 他也给了一个最新的回应 他说有人放话 说我下令打磕 所以他说 他特别出来声明 绝无此事 坚持一定要侯当政或负呢 其实主张是很清楚的 那不是不谈整合 而是因为民调拉到那个程度 整合才不会被人家给嫌弃 所以大使怎么看 金普聪 现在这个比较放软的这种说法 我想简单回应一下 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林北豪宜的事件 当这两天朋友就说 现在国民党突然是祸起旦夕了 但我就有一个党友这么来看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必须要持平讲 这个许姓党公 应该他个人的行为 跟国民党没有关系的 这个个人行为 要区别出来 这个祸起旦夕的旦 就是那个鸡蛋的 祸起旦夕的 后头讲 我想这次 就如刚刚那个主持人所讲 现在这个选举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诡诀 那么我觉得 今天这个所谓蓝白河也好 或者白蓝河也好 所谓非律联盟也好 我觉得总结是在国民党内部 可能他所谓这个 国民党要整合 跟白的整合之前 我个人觉得 从很多管道听到一些传闻 对国民党内部的整合 好像先做 内部的整合先做 什么传闻 他们就有些外面 国民党内部 好像所谓的一些 侯友宇的团队也好 或者是跟党之间的那种沟通 这个方面 会有一些 有一些误解会产生出来 这个事情像金木松 这个表白这事件 是源自于两天前 某报的一个第三版的 头版头 把事情揭发出来 他说国民党内部很焦虑等等 他不小心是不是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人局势